我上任之後 推出了多項搶人財計劃 包括全新的高財通計劃 優化一般就業政策 輸入內地人財計劃 科技人財入境計劃等等 也取消了優財計劃的配額 截至今年3月底 已經約有11萬位人財 經各的人財計劃來到香港 其中高財通截至今年3月底 一共收到7萬7千宗申請 共有6萬2千宗已經獲批 根據調查 高財通人財在香港 主要從事管理和專業工作 收入中位數約是5萬元 約四分之一的收入 更是高達10萬或者以上 有1成更加達到月入20萬或者以上 他們不少都攜同配偶來香港 單以去年計 這些配偶就有超過2萬1千位 他們普遍年輕 超過一半是40歲以下 部分也都開始投入職場 當中大多是從事較高技術的工作 月入中位數大約是3萬元 有一成更加達到10萬或者以上 股算高財通計劃 每年可以為香港帶來 約340億的直接經濟貢獻 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約1.2% 遍那一切 結果到可下 人肉用的風情 零貼